发球上网技术由发球和篮网组成 它是指发球方通过发球 使自己快速到达往前进行拦截的一种进攻性技术 出色的发球技术是发球上网能够主动得分的关键因素 而良好的篮网则为巩固优势提供了进一步的保证 发球上网的第一步是发球 高质量的发球为取得这一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依需利用上旋发球上网 可以利用上旋发球在空中飞行时间长的特点 迅速接近往前 在有力的位置上进行第一截击 同时可以利用上旋发球落地反弹高的特点 破坏对手的接发球质量 依需侧拳发球的落点主要选择在外角 外角发球的线路很斜 再加上侧拳 球的飞行路线和弹跳都会继续向场外走 能将对手完全拉到场外 能打出A次球或制造很大的场地空档 二区发上旋球 落点也选择在对方的反守位 即外角处 并且处球时不但有向上的摩擦 还可以加大向外摩擦的比重 这时球落地后会向场外弹跳 有利于将对手拉出场外 二区侧拳发球的落点应选择在内角 由于击球线路比较直 无法将对手拉出球场 制造更大的空档 但同时 对手接发球回球的角度也比较小 很少会被对手的接发球直接穿越 深度是高质量发球的重要因素 发得深的球 使对手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 做大的后摆动作 发力进攻 除了一区内角侧拳球和二区外角的上拳球外 所有的发球都应该尽量靠近发球线 球发的深也帮助你自己有足够的时间 到达最佳的第一阶级位置 把发球发深 应该是每一个发球上网者 在发球前的思考 特别是发向球场中间的球 只有将球发深才能够挤压到对手 发挥追真球的威力 一区内角的发球 在第一发时可采用大力的平击发球 直接打向对方的反守位 这时击球线路直而短 对手站位又远离内角 有很大的杀伤力 一区内角的发球 在发二发时 可选择高成功率的上旋发球 并可增加上旋的弧度 给对手接发球带来更大的困难 发向发球区中央的近身球 也是发球上网时 很好的选择 特别是对那些身材高大 脚步移动缓慢的对手而言 追星发球 往往能够挤压到他们 使之不易回出 有效的接发球 一区方外角球 主要选择侧拳发球 这对右手持牌的选手比较有利 他们可以通过自然的身体与手臂的旋转 发出侧拳大角度外角球 从而有效的将对手拉出球场 为上网截击制造出很大的空档 但一定也要注意 发球的落点一定要靠近边线 不然等待你的则是对手强大的正牌接发球 二区发内角球 可以采用平击发球 增加攻击力 同时也可以使用侧拳发球 更有效的调动对手 利用平击发球 大力的发向对方的中间 挤压对手 是很好的选择 但对于那些正反拍 都用双手处理的选手 应该谨慎使用 因为这类选手击球点的位置 比较靠近身体 如果对方的反拍接发球不好 可用大力的平击发球来进攻 如果对手的反手接发球不错 就可以以上拳发球加以变化 给其增加难度 特别是对那些单手反拍的选手而言 上拳发球很具威力 内脚发球是发向对方反拍 发球后应随球的飞行路线 迅速跑向球场中央 此时的跑动路线又直又短 有利于快速上网 而且因为是发内脚 上网后 截击风扇的角度也会很大 所以 一区的内脚发球上网 是很常用的 发球上网的战术选择 当发一区追身球时 也应随机球线路迅速前冲 由于脚难判断 对手的回发球线路 所以应尽快充至发球线以内 做分腿垫步 当看清对方接发球的方向后 再移动 截击回球 一区外脚发球 常用侧旋球 极容易将对手拉出球上 但同时 对手的接发球角度也增大了 直线或小斜线的回球 都有可能直接穿越得分 这时上网跑动的线路也加长了 因此 跑动的方向也应该更靠近边线 更快速的接近球网 与一区内脚一样 二区内脚的跑动线路 也是跑向球场的中央 所有内脚发球时 都应该留心对手打的脚下回球 因为对手接发球时的角度很小 难以直接穿越得分 回击至上网者的脚下 为第二次穿越做好了准备 因此要求发球上网者 拥有良好的低阶级技术 二区发中间球的跑动线路 应迅速随发球线路 跑向发球线与中线的交点位置 如果对手的回球不理想 上网者应继续向前移动 利用截击打向对手正守空位而得分 二区发外脚的跑动线路 应偏向右侧边线 跑动距离同一区外脚一样大 但与一区相比 二区发球可以采用上旋发球 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上网时间 但要当心双手反拍选手 强有力的直线接发球穿越 发球上网技术要点 一 抛球 发球上网的抛球 比普通发球的抛球要略前 这样发球时可以借助更多的身体前倾的力量 同时发球后可以更顺畅 更快速的上网 画面左边的抛球 是发球上网的抛球 请注意二者的不同 二 击球与落点 发球时应多利用旋转 以上旋和侧旋为主 结合平击 发球的落点要深 并加以变化 使对手无法预测你的发球 发球落点同时要清晰 三 跑动方向与步伐 发球后的第一步要跳入场内 而跑动方向就是站位与发球落点的连线 发球后快速上网 争取在对手接发球前 进入发球线 进行第一截击 在对手接发同时 分腿遍布 以便判断对方来球 发球上网的高位截击 是最佳的得分机会 因果断的出手 给对手致命一击 主要是击打对方场地的大空档位置 也可以打向对手薄弱的一侧 截击时应将拍头竖起 使用短而结实的后摆 不要站在原地接击 而应在移动中击球 这样可以有效地利用身体前移的力量 但要注意 在移动中保持头部和上肢的平衡 高节基石 向前挥拍 是一个由高向低的小斧动作 手腕必须固定 机球以平机为主 高节肌需要有爆发力 打出角度 直接得分 或让对手十分被动 或让对手十分被动 确保机球点在身体前面 在没有把握直接得分时 将球推身 准备下一次截击 在打反手低截击时 你必须深度弯膝 大幅度的降低身体重心 采用极小的后摆动作 打向对方的空当 或薄弱的一侧 在击打低节肌后 脚部应继续向前移动 利用身体的惯性将球推身 使用游低向高的 小斧机球动作 保持机球时身体的平衡 是打好低节肌的关键 大威廉姆斯 利用出色的发球优势 上网节肌 打向对方场地的空位而得分 1米85的大威 在打低节肌时 保持着完美的身体平衡 注意他锁定的手腕 以及翘起的抬头 桑普拉斯利用发向中间的追身球 使阿加西的接发球受到挤压 轻松拿下这一分 精准快速的一区内脚平击球 使张德梅无法招架 反手接发球是格拉夫最薄弱的一环 聪明的辛吉斯 有效地利用了这一点 下面我将给大家介绍一位 杰出的网球运动员 世界上所有的优秀女子网球运动员 都想成为WTA排名的第一 然而1973年 WTA首次年终排名的时候 冠军又是谁呢 那就是比利琼金 比利琼金戴着近视眼镜 看上去更像一个爱吃甜品的女孩 可她却是一个曾经获得过 20项温布尔顿网球赛冠军的优秀选手 在1974年 比利琼金击败了当时积分和声望都很高的男选手 伯比里格斯引起巨大风动 这也点燃了网球界女性解放运动的火花 因此比利琼金对美国的生活杂志列为20世纪重要人物的前100位 在比利琼金的生活中 从来网球还是网球 现在比利琼金是美国联合会赛赛队的队长 他曾率领一批年轻的球员 赛算券发出金属 一批球金属曾经说过 我不仅打网球 我就是网球 好了 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